昨天的晚見到今天的僑胞見識 要說這樣是屬於總統級的規格 我覺得從波士頓到LA讓我們感覺 天氣完全不一樣 波士頓比較冷 而且是乾冷 到了洛杉磯就覺得陽光非常溫暖 那即使氣候不一樣 地理位置不一樣 然後城市的感覺不一樣 可是有一點是一樣 熱情 波士頓僑胞的熱情 跟LA僑胞的熱情是一模一樣 這個熱情讓我們整個高雄市的團隊 大家心裡面都覺得非常的窩心 非常感謝所有的華僑 對我們高雄團這樣熱情的一個接待 非常非常讓人感動 總統級的熱情嗎 我不曉得 但是我因為 因為第一個 我們沒有當過總統 第二個 我們過去也沒有這樣來過 接到這麼大的一個接待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比較 只能感覺到我們整個團員 都感覺到快被融化了 快被融化了 不是有多熱 熱到要被融化 因為人真的很多 你看看 後面的 除了記者之外 大片都是韓粉 拿著手機直播 還有大家 都是搶著要看韓國語 人手一面國旗 還有這個韓國語在哪裡 這裡 太多個有點像的背影 真的太像 因為人真的太多 你看全部把它給包圍起來 自製看板 標語 國旗 這為的是什麼 就是想要看看韓國語一面 這個風潮真的好久沒看到了 是 其實 不要說好久沒看到 過去馬英九 蔡英文 其實我們很多總統級的 或是一些 就是市長級的人物 都去過美國 可是就算現場人數也不少 但是那種熱情的氛圍 是完全不一樣的 以前大部分就是 不管馬英九還是蔡英文來了 大家很高興想要看到他 韓國號就差不多 韓國號就讓他進來 就是這樣子 可是會那種 其實那個比較像什麼你知道 像粉絲見面會那種感覺就是 BTS都沒有這麼多人 對 就是大家想要擠過去 想要跟我的偶像合照 那種感覺 所以那種熱情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難怪韓國瑜會說 他感覺就是快要被融化掉了 其實我相信在現場 看到那種場面的人 一定心裡頭會覺得非常感動 但是我也必須說就是 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 因為大家這麼熱情的接待你 這麼想要看到你 所以我覺得更多細節 你就要掌握得更好 不能夠 我老實說不能夠 讓人家失望 尤其是美國不像台灣 美國很大 你不要說這個東西辦在波斯頓 他可能搞不好是從 好幾個州之外的地方 開車跑來幹嘛 就是要見你這一面 所以我覺得很多東西 就要更慎重了 我希望韓國瑜市長 他的相關團隊 也要注意到所有的細節 千萬不要讓大家失望 更重要的就是我覺得 你看像美國人 他一開始可能還不知道 韓國瑜到底是什麼人 搞不太清楚 可是你也不要說人家現實 就是你一下看到 那麼多人擠過來 我是當地的警方 我當然也會說 誰要派人去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一定要趕快去維持一下秩序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相應的結果 就是你人聚節越多 當地的警方當然就會越重視 因為他也要去維持 相關的交通安全 還有一些治安秩序的這些環節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不斷滾雪球 去擴大的一個東西 我覺得越感受到這些熱情的話 我覺得會更堅定韓國瑜 他準備2020出馬挑戰的 這個心意 我希望他是往這個方向去想的 所以我覺得韓市長 現在你感受到海外這麼多人 對你的關切 國內有更多人希望你出來 所以我覺得 在結束了美國行之後 你回到台灣來 真的很多人都引頸期盼 希望你趕快給我們一個答覆 讓大家知道未來的台灣 是不是還有一個很美好的希望 真的是拜託你 我們有記者去問一下當地警方 他們就說 這所謂的危安高規格 是用參選人的等級 韓國瑜他是一個市長 就用這種參選人等級 來幫他開道黨人群 其實剛剛有特別講到 像是蔡英文總統 在之前要選總統之前 他就來到了洛杉磯 他說馬英雄之前也是國民黨主席 來到了洛杉磯 他們都是真的是準備要來選總統的 韓國瑜這個高人氣 跟他的熱度 美方也關注到了 是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說蔡英文跟馬英九 跟韓國瑜的特質 是比較不太一樣的 因為韓國瑜他是完全 從一個庶民起來的人 所以他非常接地氣 我們可以看到 不管是蔡英文也好 馬英九也好 他們都有一種比較 就是說比較跟人群 比較沒有那麼親近的感覺 有一種疏離感 所以大家會對他這麼寄望 我覺得我們國民黨要深切檢討 為什麼我們要深切檢討 那就表示大家過去對國民黨 就是非常期望 大家過去本來就期望你國民黨 是一個溫良恭儉 當仁不讓的政黨 韓國瑜的現象說明了什麼 韓國瑜的現象說明了 不管是台灣的同胞 或者是海內外的僑胞 都覺得我們國民黨 可能已經窝囊了太久了 好不容易出現了一個韓國瑜 其實韓國瑜是一個非常正常 然後非常優良國民黨黨員的表現 但是就是出現了這樣子 一個正常而優良的人 然後華僑就已經非常興奮了 所以我覺得 其實從這件事情上 國民黨真的要看清楚 韓流現象背後代表是什麼意義 不要再像以前一樣 好像這個我們都是有一點這種 好像這種貴族氣 或者是跟老百姓距離太遠了 我覺得華僑對韓國瑜的期待 正正恰恰顯現出來 蔡英文政府在台灣 所有的施政的倒行逆施 連讓海外 大家要知道華僑是最愛國的 正因為在千里之遠 所以她看待台灣的一切 其實比台灣人更關心 台灣未來的走向 因為我們一直講 這是一個民主的基地 如果說今天讓蔡英文 把整個台灣的民主基礎 全部都毀掉了 我們看到 每一天在追蔡政府的新聞 真的是非常嚇人的委員 你看從她自己推崇的一個公投 要把鳥籠打開 結果現在看到九合一大選 公投不如她意 你們竟然敢跟蔡英文對著幹 是不是 我希望是哪一個公投過 結果我希望過得通通沒過 不希望過得通通過了 所以我現在 就是讓你們這些 這個所謂陳明通講的 豬狗禽獸 該回獸籃的回獸籃 該回鳥籠的回鳥籠 從此以後 再也不給你們表達 直接民主的意願 這個已經是往獨裁的方向走 更不要講說 他用NCC這隻髒手 已經有了黨產會 然後這個這麼多的東場西場 都還不夠嗎 還要把所有的獨立機關 都變成你民進黨的淨亂 所以為什麼還留的呼聲 我覺得韓國瑜有一個態度 是非常好的 他說我看韓流這件事情 我是非常的淡然處之 我不是完全引用他的話 他意思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 我不會為韓流沖昏了頭 因為我知道 韓流的起來 代表老百姓的民怨有多深 這個我覺得是 非常好的一個表述 很多人如果受到像這樣 夾到歡迎 甚至幫他開道的待遇 可能就會覺得自己衝昏了頭 自己覺得一定是非我莫屬的 可是你看韓國瑜 從來沒有這樣的一個表現 因為他太了解 老百姓想要的是什麼 我永遠在南家求學過 生活過 然後也看了多次 有那個政治人物到南家 這個陣仗很少見吧 這個陣仗當然是從來沒有見過 特別是我這一次 包括韓國瑜要去之前 包括所有洛杉磯的好朋友都說 可不可以韓市長參會的時候 一桌一桌 不要一桌一桌 個別來照相 因為以前不管是馬英九誰來 其實都是個別照相 我說對不起 這次韓國瑜從早到晚 包括早茶 包括午餐 包括媒體的行程 全部都排滿 我知道這一次 包括僑界的熱情 你們今天看到洛杉磯機場 這個動線 其實我所知道 他們已經有三隊人馬 在一個禮拜前 已經巡了三次 到底要怎麼巡 對 巡三次 對 包括所有的志工 包括所有的 這一次負責的團體 還有所謂這一次 所謂捍衛韓國瑜的保衛隊 都在裡頭 所以他們其實這一次 總共有三層 我覺得僑界的熱情 也凸顯出 這一次民進黨執政這三年 你看過去 就是華僑就是華僑 故意把華僑 分成台僑跟華僑 就是不斷在做分化 所以你說真正的愛中華民國 包括 但是你又是借殼上司 前一陣子 賴清德才講說 他台獨才是真正中華民國的捍衛者 聽到這個話 我相信所有僑界的好朋友 我知道這個時間點 還有很多國外的好朋友 正在看我們的直播 所以他們看得真的是痛心 但是好久沒有一個人 可以這樣子振奮他們的心 特別是韓國瑜是一個值得信任 特別他說話非常真誠 非常直接 而且完全沒有經過任何包裝 這也是為什麼這一次 菲正卿的中國研究中心 特別希望有機會去了解韓國瑜 這樣的旋風 就是說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我相信是全世界 大家都在了解研究 不要忘記 票票是等值的 過去都是民主精英 但是這一塊 現在是大家都想了解 所以韓國瑜的直接 也凸顯出 過去民進黨這幾年 有太多的包裝跟太多的文青 包括我們蔡總統 每天都還是活在自己的文青世界裡面 但是不夠真實 我覺得僑借這一次的熱情 也讓韓國瑜好像在很多話語中 有好像朝向正式的 有一點這樣子的表態的動作 但雖然還保留一些迴旋的空間 但是我覺得 誠如韓國瑜所說的 他都已經快被融化了 我覺得無論如何 韓國瑜是感受到僑借的熱情 特別是不要忘記 僑借其實比我們在台灣 對於台灣的選情 台灣的政情 其實關心的成分還要多 因為家鄉在這邊 還有一些長輩家人在這邊 所以非常的熱情 我覺得或許四月回來之後 五月初 他或許是一個非常好的時間點 讓韓國瑜可以去做一些 更完整的思考 特別是這一次經過美國 這麼多重要的學者 這一次都是經過溝通才能去 不是像王丹這樣子的人 都能夠去的 所以我覺得 他應該有去做更好的 這些心理素質的準備 去接受下一個 不論是坐教或抬教 我相信對國民黨來說 對於2020選舉來說 他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覺得剛才惠玲講到NCC的問題 因為我們今天節目 沒有機會提到這一趴 我想特別提到一下 就是說我們看到 民進黨在這一段時間 其實政府才是真正 也應該被媒體監督者 但是他現在包括 很多媒體播出的產量 包括我們今天整段 都在談韓國瑜的旋風 我就擔心說 會不會明天又被接到一封信 說你們報導的成分太多 還有去辯論到底有沒有爭議的問題 還是各政府各單位來去做確認 不要忘記 政府就是自己應該被監督的對象 他現在反而用自己裁罰的方式 或者NCC的主委太過公正 不合我胃口 在蘇貞昌一震怒之下拔掉之後 整個NCC要配合民進黨的作風 只要是對於政府單位不利的言論 或者是他們不想看到的新聞 就直接把你拔掉 或直接用罰款的方式 達到威嚇的效果 我覺得今天不只中天會接收到這樣 接下來如果民進黨還這樣搞下去 其他的媒體或平面媒體 包括我們的很多網路上的資訊 可能都會被民進黨這樣去操作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比威權國家 還要威權國家